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在国内还有在这里淘到的一些特别好的家居装饰小物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一定要看下去 今天东西我真的很喜欢 那首先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国内淘到的好东西 这次呢我回青岛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棒的品牌 就是既卖服饰又卖小孩东西 然后又卖文具家居装饰用品 什么都有一应俱全 而且这个风格特别特别符合我的审美 就是这种北欧简约加上这种几何拼色图案 超级好看 我相信很多在国内的朋友都听说过这个品牌 就是OCE 那之前呢其实英国的凡饭给我推荐过 但因为他跟我推荐的时候 青岛没有这个牌子 我也没见过 所以就没有特别注意 直到这次我进了青岛的实体店 我说新大陆新大陆 就他们家东西小清新 有设计质量好 而且价格特别特别亲民 就他们家东西太好看了 我真的什么都想买下来 但是因为这个行李的空间问题 只能忍痛割爱 选几个自己最喜欢和最需要的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一个这种 简约风 但是又非常有装饰性的小闹钟 是这样子的 超可爱超好看 它一共有三个颜色 一个是灰色 一个是剑膜黄 一个是这种橄榄绿 其实我个人的第一选择是剑膜黄 但是我们家有很多这种颜色了 所以我想选这么一个颜色 就是这个绿色和灰色配起来特别好看 很低调 而且这个中呢就是 我特别喜欢这个木头的这个指针的部分 然后它的这个质感也特别好 而且这个闹钟的风格 特别符合我们家的这个风格 那下一件来自这个OCE 是一个室内的香薰袋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当时我在货架上看到这一溜香薰袋 我觉得哇太好看了 就是这个包装 就完全是符合我的风格 然后我就是非常用心的闻了每一个这个味道 然后我最后选择了这个 这个味道就特别好闻 我认为是最好闻到 很天然的这种玫瑰香味 特别特别好闻 而且大家注意这个名字 叫Dew 我家猫猫的名字叫Dewy 但是我们喜欢叫它Dewy 所以我说啊 这不就是命中我应该拿到这个香袋吗 所以我特别特别开心 然后它只有10块钱 就特别特别值得再入 所以我准备让爸妈再多带几个锅带过来 第三件来自这个品牌的东西 是我个人最最最喜欢的 也是我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一个这种比较轻薄的这种毯子 你可以叫做blanket 也可以叫做throw 这个实在是太好看了 OCE家有很多这种 就是几何拼色几何图案的东西 那么这个系列呢 它一共有三种颜色 一个是比较偏暖色系的 一个是比较偏冷色蓝色系的 然后我这个呢 是这种绿色系为主的 超级好看 给大家看一下 美到爆 你平常不用的时候 铺在床上都特别好看 然后也可以当一个小毯子 或者就是你有这种灰色调 或者是这种绿色调 甚至是芥末黄 或者是蓝色调的沙发 你把它这样就是折一下 然后作为一个装饰的毯子 挂在这个沙发上 都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这个毯子的这个材质 是百分之百的绵 所以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它的价钱只有199 真的是太实惠了 我相信很多住在海外的朋友 回国的时候 都会买很多很多漂亮的衣服和鞋子 买一些特别好的文具呀 就是很多海外淘盗的东西 中国这方面真的是太棒了 就是那么多好看的东西 有设计感的东西 但是最近呢 我的这个注意力开始转向这种家居 还有一些比较有中国风的东西 比方说我会淘一些杯子呀 或者一些茶壶呀 或者说是比较有中国风的这种山水画 那我这次呢又淘汰了一个一件中心的小茶壶 太好看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一看到这个小茶壶 我说哇塞 我必须拿到它 这个石头好像是在山西的一个地方 石头叫什么我忘了 但是这个呢只有一件 就是被我拿到了 超级开心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壶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上面这个地方 小茶盖 它是一个小枝料 特别可爱 然后这个壶其实没有什么使用功能 因为它很小嘛 它主要就是这种装饰功能 特别漂亮 然后在底部呢 有这个艺术家的名字 它这个刻的字在上面 就是我最近比较喜欢淘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能有收藏价值 并且就是能代表中国 有中国风的东西 我非常非常喜欢 接下来的东西呢 来自我个人特别特别喜欢的 一个美国家居品牌 就是Westl 然后它现在就是基本上 店遍布世界各地 所以在英国 其他一些国家也能看到 它家的东西就是完全 完全是我的法 我们家的很多家具 也是从他们家买的 然后这次呢 我淘到两个特别开的小物 而且我这次看到他们家的包装袋 我就说 好美 那首先呢 我从他们家淘了一个小杯子 他们家最近正好在做八折 所以我就进去淘东西 就这个 还有这个粉色系的 还有另外一个这种蓝色系的 好像是 然后这个我特别喜欢 就是这个键膜黄不用说了 我最爱的颜色 然后我们家伊朗 这个画 也有这个绿色 所以正好可以 做一个比较搭配的 这么一个东西 摆件 我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下面呢 是一个 盐和胡椒 这么一个小容器的组合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符合我的风格 首先就是这种 很萌 很二 这种比较呆萌的感觉 对 我家猫猫就是这样子的 其次呢 我特别喜欢猫 所以我就买到了 而且它是打折 打得很凶 所以很便宜 是一对 一个小瘦猫 还有一个大胖猫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就是 我就不买是不可能的 然后另外 它的这个装饰效果也特别好 你不用的话 你摆在家里 当一个装饰也非常非常可爱 所以呢 嗯 超喜欢 拍视频拍的比较热 我来删一下扇子 不 这个其实是我 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可以在这个背景当中看到 这个 它叫 Arica palm tree leaves 不管是在亚马逊上 还在一些网站上 会卖一些 假的 这种棕榈树的叶子 或是热带树的叶子 有一些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个叶子特别假 所以就是 很恶心 你不想买 但这个呢 我在亚马逊上看到之后 觉得 哦 看起来还比较好 等我拿到食物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看 你看 是不是很像真的 而且它的这个 感觉就是不会特别的宣宾多数 因为有些叶子太绿了 你知道吗 太大 所以会 特别的抓眼球 但你看这个 放在这个背景上 会特别好看 我买回家之后 你知道吗 神秘人 就说 哇 这从哪弄的叶子好漂亮 我说我在亚马逊上买的呀 他说 嗯 叶子怎么能从亚马逊上买 他以为是真的 结果呢 他凑近一看 才发现 哦 它们原来是塑料的 所以这个叶子真的是非常好 可以达到 以假乱真的效果 那今天视频的最后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其实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 但是使用感特别好 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 就是来自 Urban Outfitless 的一个装饰性的小镜子 就是它 我现在把它放在我们家一楼 鞋柜的旁边 第一就是作为装饰 第二就是可以整理一下 装容而啥的 它呢 嗯 很轻 然后后面有个小钩子 挂的时候也特别特别容易 只要定一个小钉子在墙上就可以了 然后它的这个主要的地方 就是这些 类似像小麦杆的东西 就是 很轻 上面刷了一点点的这种漆 所以有一点亮光感 然后在镜子的上面呢 有一些藤条这样编起来 因为是这种天然的东西做的嘛 所以说它会有一些 嗯 你知道颜色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 更有它这种自然很天然的感觉 嗯 价钱也特别好 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 这个就是今天家居小物分享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喜欢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 如果大家喜欢类似这样内容主题的视频的话 请留言告诉我 我以后会继续做 因为其实在家装这个方面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的 有机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家居装饰上的一些心得和技巧 那么今天就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吧 Bye Bye